每天早上一壶茶,65岁老人确诊癌症,医生惋惜,无知犯的错,65岁曾大爷是个爱茶如命的老茶友,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泡壶茶喝,有天早上,岑大爷刚喝上一口热茶,就感觉喉咙有点儿发干,吞的时候还有点义务感,大侄子健壮,赶紧劝道, 叔啊,您这可能是得了咽喉眼,得赶紧去医院瞧瞧曾大爷却白手道,没啥大不了的,我这身体壮士住呢,多喝点水就行了,可过了几天,曾大爷的喉咙痛得更厉害了,连饭都吃不下,他只好去了医院,没想到检查结果却给了他晴天霹雳的一击,他被诊断为食管中断,食管磷癌,医生了解了曾大爷的喝茶习惯后,叹了口气, 大爷,为了你的健康,忍住嘴,别再喝烫茶了,一,北大研究,每日喝茶四克以上,会增加患癌风险,真的吗? 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曾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饮茶习惯与癌症风险的研究,通过对50万国人的饮茶行为与癌症发病率的深入剖析,他们发现,与每周极少或几乎不喝茶的人相比,每天喝茶超过四克的人,整体癌症风险上升了26%,其中肺癌风险更是激增了62%, 连胃癌风险也有所上升,这一发现似乎与大家所认知的茶叶能保健相比值,为了获得更精准的结论,研究人员多项变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排除干扰因素后,研究结果显示,茶叶的摄入量与各类癌症的发生并无直接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系不是喝茶直接导致的,此外,研究还显示出另一个重要现象,在喝茶的人群中,随助吸烟或饮酒量的增加,其癌症风险也相应上升,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增加的癌症风险, 更多跟某些不良的饮茶行为相关,比如吸烟,饮酒,或是饮烫茶,浓茶等,茶叶并非致癌元凶,广大茶友依然可以放心享受品茶的乐趣, 二,喝茶好处多,身体会有四个惊喜变化,说完适量喝茶不会致癌这件事,接下来就来聊聊茶友们爱听的,喝茶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饮茶有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中国科学院院士顾东峰团队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显示, 经常饮茶组相较于无饮茶习惯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下降了约20%,死亡率下降了约22%,总死亡风险降低了约15%, 其次,对中老年人来说,适量喝茶能让大脑更年轻, 茶多酚作为一种天然抗氧化剂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从而减缓大脑衰老过程。 另外,茶含有丰富的儿茶素,该物质可以通过抑制淀粉样蛋白的聚集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和发展。 淀粉样蛋白是老年痴呆的主要病理标志物之一,其过度积累会导致神经元死亡和认知功能障碍。 喝茶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好处,缓解压力。 茶氨酸是一种天然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能够平衡神经地质,缓解焦虑。 减轻情绪压力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并间接促进大脑健康。 三,茶非人人能品,三类人尽量少喝。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饮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宜。 以下三类特殊人群还是少喝为妙。 孕妇,茶叶中含有咖啡因、茶碱等物质,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孕妇摄入过多可能引起失眠、心悸等问题。 此外,咖啡因还可能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 甚至增加流产的风险。 肝脏病患者 肝脏功能不佳的人,难以将茶水中的咖啡因以及茶多酚等物质及时排出体外。 长期如此会加重肝脏负担。 损伤肝细胞,严重时甚至诱发或加重肝硬化。 肝腹水等疾病的发生概率。 神经衰弱者 神经衰弱患者常伴随焦虑、易怒等症状。 而茶水中的咖啡因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 加剧情绪不稳定的状态,这不仅不利于病情恢复,还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困扰。 为了健康住享,这三类人可以偶尔小饮几杯,但不宜贪杯。 四,掌握正确喝茶之道,只需四步。 喝茶也要讲究方式,学会正确饮茶,才能在茶味的清香里品味健康。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喝茶小窍门吧。 一,饮茶量适度更健康。 过量饮茶会导致中枢神经兴奋性增强,引起失眠,心悸等不是症状。 适量饮茶有助于缓解疲劳,改善睡眠质量。 二,饮茶温度,温热为佳。 喝烫茶会灼伤口腔和食道粘膜,长期如此容易诱发癌症。 温热的茶水对身体刺激较小,且有利于保留茶叶的营养成分。 三,饮茶时间,饭前饭后不宜喝。 饭前空腹或饭后立即饮茶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 长期如此易引发营养不良等问题。 一般建议饭前一小时左右开始饮用,至进餐时停止。 饭后不宜马上饮茶,至少等待半小时以上。 四,饮茶选择,不喝浓茶。 浓茶中含有咖啡因、茶碱等成分,会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导致大脑过度兴奋。 继而导致会引起失眠的情况。 浓茶还会减缓胃的收缩和肠道的蠕动,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导致大便干解和便秘。 浓茶吏铂走了。